大家我是Paul,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人,這個人他叫做Paris Hilton 如果你不認識他的話,那蠻奇怪的 因為你是我這個年紀,你早就認識他了 因為在我還小的時候呢,他就曾經是主持實境秀啊這些的 他還鬧過一個大笑話 這個大笑話就是,我這邊本來現在打了一堆筆記 那大笑話就是,你都知道Walmart對不對 Walmart,反正很大的連鎖人的店 那Paris Hilton很有錢,家裡面是那個希爾頓飯店 聽過Hilton Hotel吧,他就是這個Hilton Hotel chain的那個千金小姐 所以女繼承人千金小姐,Aris這個詞就順便先學一下 那男生版是Air,就是男繼承人,所以他是女生,他是Aris 就跟老虎,Tiger跟Tigris,母老虎跟公老虎,這邊一樣的概念 還有獅子Lion是公獅母,獅子就是Lioness 所以總之後面有20結尾這樣子 好,所以我回到這邊,他 因為他就不食人間煙火啊,不買便宜東西 他都是高檔的東西,他根本不知道Walmart是什麼 所以他說,我們去Walmart買個什麼東西在實境秀裡面 他就說,Walmart那是什麼?賣牆壁的嗎? Do they sell walls?因為Walmart前面有Wal,所以Do they sell walls? 所以這個笑話在當年啊,就是傳的超級這個 大家都說,這個女生就是白痴啊 因為誰不知道Walmart是一個什麼店呢對不對? 所以,在我那個年代,他就完全被Portrayed 被描繪成了一個笨蛋的金髮美女 A dumb blonde,那這個blonde,也說一下 這個blonde加個E結尾是女生的blonde 那男生的金髮男就是blonde,不加一個E在結尾 那西方文化一直都認為 金髮美女就是笨蛋,他們就是蠢 They're fun, but they're dumb 他們蠢,但是他們很好玩 所以喜歡找金髮美女出去玩,但他們就是資歷有點低 比起Brunette,比起合法的,比起 I don't know,Asians or Latinos Latina,對不起 Anyway,所以回來這邊的話 你就會看到他的標題這裡寫著 這事實上這個報導比較久 我之所以想介紹他其實是 他有另外一個cooking show 正在現在Netflix上面播 那我的學生Ed說很好看 Do you like it? Oh yeah, I love it, it's a good show 那我就想說我來做一下Paris Hilton 不過我們這邊不是cover他的那一個 Netflix show的這個內容 Cover是他在去年好像出了一個 新的他的那個紀錄片 那紀錄片裡事實上就替他平反了很多事 這邊有一個標題出來就是 I'm not a dumb blonde 所以說了我不是一個笨蛋的金髮美女 I'm just really good at pretending to be one 我只是很會裝,裝成一個 dumb blonde 所以請不要認為我真的這麼笨 那紀錄片叫Documentary Documentary 那可是你會聽到西方人唸 都會把那個Turry的部分變成一個N帶過去 所以你會聽到美國人講Documentary Documentary 那像是國際的International 很多人也就唸成了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甚至Internet就變成了Internet 那所以那個Tur的部分他們會懶惰的 不發Tur的Enjoy一個N過去這樣子 可是我個人沒有這樣的習慣 我還是就把它唸成Documentary 這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你不用挑剔我的發音 Anyway 好回來這裡 所以講到這邊的話 這個Vogue這Cover就是他的Documentary 那我也希望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他的那個 現在的這個Netflix的這個Show 那我有機會或許可以再介紹 但我們先看這個Documentary在說什麼 There is possibly no celebrity better equipped to deconstruct their public image than Paris Hilton 所以就比較集 No celebrity better than Paris Hilton 所以這邊的部分是 沒有任何的明星比他更適合 適合做什麼事呢 就是分解他們的那個公眾形象 所以他其實非常清楚自己的公眾形象是什麼 那由他自己來分解自己 是很正確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沒有更好的Celebrity 所以Better equipped 我剛剛少勾到Equip這個字 Equip就是裝 Equipment是設備裝備 所以他裝有這樣子的一個capacity 去來分解他的公眾形象 Dconstruct這個詞應該沒問題 所以卡托這樣第一句 Having spent most of her life staring down a camera Camera lens 對不起 這是個分詞構句 先把這句讀完 The 39 year old is all too aware of what you think When she coos that hard in the overly breathy baby voice That's become her signature 這個英文寫得真是好 可是不是很好翻譯 我們還是試試看 所以分詞構句的部分就是 他已經花了他的大部分的人生 看著一個 camera的那個就是錄像頭這樣子 或者就是我們說的那個鏡頭 所以大部分人生都花在看鏡頭上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39歲的這個Paris Hilton 所以很難想像他已經這年紀了 我還是比他大一點的 廢話 難道他會超越我嗎 這事實上是那個Louis C.K的笑話 但anyway The 39 year old 他非常知道 All too aware of what you think 他知道你在想什麼 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以當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非常清楚你在想什麼 So she's all too aware of what you think When she coos 這個coos就是 發出那種嬌稱的聲音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字 COO 這竟然是一個字 不是縮寫嗎 企業裡面有一個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還是Chief Operational Officer 這些 那叫做首席的營運長 是有這個詞的 可是他本身也是動詞 所以當他嬌稱著 That's hard OK 那個很棒 然後在他這一個 Overly breathy baby voice 他就是一個很有氣聲的 Overly breathy 的這個 娃娃音 Baby voice 那這個東西呢 已經成為他的一個 signature 他的特徵了 他的聲音真的 就的確是這樣 所以他都知道 你在想什麼 當他這麼做的時候 Coming across like a freshly tanned Barbie doll in a Velour tracksuit 所以他又用了一次分次勾句 注意到 鬥點以後我們先把它唸完 Hilton was thrust into the public eye as one half of the privileged celebutant at the heart of the simple life alongside bestie Nicole Ricci 所以這句話到這裡句點 好 前面的部分是他 Come across like something 就是會讓人家感覺你是個什麼東西 多半我們會接個as在後面 我覺得你的行為對我來說好像有點冒犯我 so you come across as rude 或者你可以說你讓我感覺你是個蠻和善的人 you come across as a kind person 所以這裡就是X comes across as Y OK 所以就是你會讓人感覺你是怎樣的一個東西 主詞讓人感覺是一個什麼的東西 好 所以Coming across like a freshly tanned Barbie doll in a Velour tracksuit 這要講的是他當時的形象 因為他當時很喜歡穿 Tracksuit 什麼是Tracksuit 田徑裝 蛤田徑裝什麼鬼啊 真的是 前面加一個Velour的意思就是那種絲綢的 所以我這裡有找一下一個Google了一下 這就叫做 看的應該還蠻懂的齁 Right 這就是田徑裝沒錯吧 看起來好像是要去跑步一樣 所以各種不同的田徑 哇價錢還蠻貴的 哇靠 OK 然後強調一下他是Velour 所以他就是絲的這一種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 很像Paris Hilton會穿的 OK Velour tracksuit 所以他穿著這樣子一個東西 然後他是一個Bobby娃娃 而且啊Freshly Tanned 所以他的形象一直就是有點曬的有點點 你看回來這裡你看 這個看起來不太像 他當時他當年真的曬比較黑 那現在他看起來好像就白回來 So 他就是一個Freshly Tanned 那再強調一下Tanned這個字我沒常看到 就是曬黑 所以你不要說 Oh you look really black Wow that's so offensive You look really tanned 才是對的 好 所以Freshly Tanned Barbie Doll 他是Bobby娃娃 然後穿著這一個 所以Hilton was thrust into the public eye 這個的意思就是 他整個就是突然被丟到我們的公眾眼前了 這個thrust就是被硬推出來 所以汽車的那種推進力之類的 也可以用thrust這個字來說 所以He was thrust into the public eye as one half of什麼東西 所以他是後面這個東西的其中一半 因為他們的那個石敬秀是兩個人去主持的 所以他是一個one half of的什麼東西呢 這個privileged celebutant privileged就是生活中充滿特權的 那的確他們因為爸爸有錢 爸爸有權有事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privileged kids or brats 那這個celebutant 其實他來自有一個詞叫做debutant 先看debut debut是初出場 就第一次出場 第一張專輯就是debut album 我們講過這個字他的t是不發音的 OK 所以就首次的叫做debut 那我加個tongue在後面 這就變成了是一個 我講一下 這美國有一些上流社會有一個傳統 傳統就是他們家的女兒啊 在17 16 18左右的這個年齡的時候 他們會被爸爸 帶到一個正式的場合裡面去 來當作他第一次進到這個上流社會 被大家認識 那可能那時候就會很多男生 喔你們家女兒現在長大了 我現在看到他囉 所以這就是這個debutant的意思 就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兒 初次進入社交圈的概念 第一次露面 好複雜齁 可是西方社會真有這樣子的一種傳統 所以 他們就把debutant這個詞 前面翻成加了celeb 就是明星 所以你這裡就看懂了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明星班的 這種社交上的出出場 用一個這個秀來呈現他們自己 so one half of the privileged celebutant at the heart of the simple life 所以他在處於這個秀的核心中 at the heart of 這個秀叫做the simple life 事實上一點都不simple 那所以他跟他一起主持的 alongside bestie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啊所以你看連最好的朋友 現在都有一個詞叫做bestie ok 那他是nicole ritchie 這另外一個 那他的老爸也非常有名 他老爸是那個 萊諾里奇 萊諾里奇 你要是不知道的話 你聽過一首歌嗎 hello 聽到hello你都還不知道 那我也幫不了你 哈哈哈 你可以去找一下這個mv來聽 你應該聽過真的 這首歌真的是傳唱的超久了 然後 萊諾里奇到現在還是很紅 說真的 我聽說他在中東常常表演 因為中東人超愛他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 比較 上一個世紀的 經典的那一種 動人的那一種 男生的那種歌曲 這樣子 就好像你可以想像 如果周華健在一些比較 比較舊時代的社會裡面 可能還是很受歡迎的一種概念 好這扯遠了 so after the seminal reality series debuted in 2003 所以在他這個 反正這個系列 這個劇集 在2013 debute之後 a writ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decried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們秀出來的時候 所以 New york times 的一個 一個作家 他就decried decried就是 抨擊了 因為在那個時候 他就被當成 Dumblomb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抨擊了 In a ravenous celebrity culture Miss Hilton's rise shows how far celebrity itself has been devalued 所以在這麼一個ravenous 這個詞 我覺得很不好翻譯 很酷 我們有兩個詞 可以說一下 一個字叫crow crow crow就是烏鴉 可是還有一個詞叫raven 我們其實也把它翻譯成烏鴉 但其實不一樣 他好像被翻譯成什麼鴨 鴨什麼鬼 好我現在先不想 但總之raven是比較大隻的 然後可能 然後他的尾巴的長相也比較不一樣 然後他攻擊性可能比較強 那烏鴉就只是黑黑小隻的 然後就全身黑色而已這樣 所以事實上他們是兩個不同種的動物 但我也知道 就反正raven就是 反正是黑色的鳥啊 然後可能就比較有烈食性啊 或這些的 所以他 我們就是一個ravenous的 celebrity culture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文化中 Miss Hilton的rise 他的這個凸顯 他的上升 秀出了 celebrity本身 就已經被多麼的廉價掉了 已經被devalue掉了 所以連他都能夠成名啊 就表示我們的這個celebrity 就是明星的本身 是已經失去價值了 所以你看就是在罵他 用一個很扭曲的方式 轉了很多彎的方式在罵他 就連這種人都能成名 明星這件事情看真是沒價值了這樣子 OK 好 but two decades into a career pollying her party girl image into a global empire even Hilton's most vocal critics can accuse her of simply being famous for being famous at least anymore 這樣子 這句在講的是什麼 但經過了兩世紀 靠北什麼兩世紀 經過了二十年 兩世紀是two centuries but two decades into a career 那 所以在這二十年裡面 他做了什麼事 他可沒閒著 所以two decades into a career parlaying her party girl image into a global empire 這個parlay這個是好難去理解他 說真的 我去找過 他有你把 你把他 像你現在去賭博 然後你贏了一點錢 再賭再贏一點 然後你每一注都是全部就這樣子 贏了錢就加起來一起再下注進去 這個動作叫parlay 那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你有點跟這個概念或許有一點類似 總之就是你去努力的去 拼鬥著然後把一個東西轉換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好像也叫做parlay 因為lay這個概念 LAY這個詞 有個詞叫relay relay就是把東西傳遞下去 這樣子 那既然有那個傳遞的概念 你就可以想像是你去努力的把什麼轉變成了什麼這樣 好這解釋也蠻爛的喔 但無所謂 所以他 已經20年裡面 the two decades into a career parlaying her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else 所以他把什麼東西轉變成了另外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他把他的一個派對女孩的形象轉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 Empire 因為他好像他接下來會說他其實還蠻成功的做生意啊 從商啊這些的 那當然你也不能不否認他是一個含著金湯汁長大的這個小孩就是 but anyway 所以在經過了這20年後 even Hilton's most vocal critics 就即便最批評他的人 他最 vocal 的 critics the vocal 就是講話最大聲的 也不能夠再批評他 你有名只是因為你有名 有的人有名是因為你很有實力 有的人很有名是因為你長得很帥 有的人很有名是因為你作品很好看 但你有名只是因為你有名 那這是我們以前對他的批評 所以他以前最 vocal 的 critics 也 cannot accuse her of simply being famous for being famous 所以這個你看這個語句寫得非常的不是很好懂 所以以前的人會說 you're famous because you're famous 所以現在不行了 at least not anymore OK 好所以這是他先前的這個形象的狀況 所以左邊這個人就是我們剛說的那個 Nicole Richie 那他那個時候你看曬得比較黑 然後形象是這樣 好 anyway 所以很想再往下帶幾 帶一段齁 我怕會太長 可是我就先這裡介紹一下下 OK介紹一下下 所以說他 我剛說他20年在幹嘛 沒有白幹 他是在努力的 所以 所以很厲害耶 所以他在2004年就發行了他的 Fragrance就是香水 OK Perfume 所以自從他在2004發行的香水後 Hilton的 Perfume Collection 有時候我們會說他沒有指出一款 所以他有一個 Paris Hilton Collection 所以他就是一整套的 所以他的 Perfume Collection 被估計 It's estimated to have done more than 2.5 billion 那你知道這就是25億 所以已經賣了超過25億了 In sales就是銷售 She has 19 product lines that span skin care, handbags, jewelry, and lingerie which with more than 45 branded retail loca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超屌 他有19個產品線 那產品線span了這麼多不同的品項 skin care,皮膚保養, handbag,手提袋, jewelry,珠寶,以及 lingerie 這個詞我們以前看過內衣 OK 然後超過了45個 Morning 45 Branded Retail Location 45個 Branded Retail Location 大概就是蠻知名的一些 Retail就是零售的location 然後從中東一路到亞洲都有 或許是不是他都在賺亞洲人的錢 因為北美的人比較不屑他 我也不知道 OK 而且他還據稱是 最貴的DJ Purportedly the highest paid female DJ in the world 強調一下female 所以他是女性DJ最貴的 highest paid Raking in 這個Rake in Rake就是 Rake這個字我打出來一下下 Rake這個字是在西方比較常看得到 落葉落下來秋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個工具 把那個落葉趴趴趴趴趴成一堆 然後把它收起來 然後可能丟掉 或者是讓垃圾車收走 所以這個那一把工具就叫做Rake 趴子 然後這個動作也叫Rake 所以他 你看滿地的鈔票 他就把這個鈔票爬進來 超生動這個動詞 所以他是最高價的female DJ Raking in 爬進了多少鈔票呢 up to 1 million per gig 這個gig就是一場表演 一場表演100萬 哇 真他媽鬼 OK 好 所以 這邊這個Walmart的笑話 這裡還有講 Right 所以他之前就問說 是不是Walmart sold wall stuff 那這真的是 他以前被人家認為這麼笨 現在早就不是了這樣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報導我覺得還不錯 有興趣的 或許可以自己把它看一下 我們講解大概就到這裡 真的也滿長的齁 那總之這個女生 我很高興她能夠 She has reinvented herself OK 他重新發明了自己 這是一個在西方社會中 常聽到的一個詞 你可能想要洗心革面 然後創造一個新的自己 放在公眾的面前 洗心革面或許 這就是一個不錯的翻譯 She has reinvented herself 好 多學一個字 我是Paul 我們講到這裡就好 下次見